您是否收过超速的罚单因为线速不合理而感到冤枉呢? 市议员吴立成在总质询中就针对高雄市有许多线速不合理的路段提出了批评 认为在警示标示不清楚的情况下让民众误闯而受罚根本就像是陷阱 要求交通局监讨改进 您是否有过经验明明在同一条道路却看到不同的线速误差不到10公里 但因为警示标志不清楚可能一不小心就违法受到罚单 市议员吴立成在总质询中重炮批评根本就像是做陷阱 你如果警察局如果一些更严谨的刺激在那里大家也超速 像综艺路我们一直跟检察局在联系说要怎么样改善 然后迁顾安全跟效率这部分我们在 我就说了啦 加一个10公里没有安全的问题你放心啦 我说真的骑下来这就比我们更近啦 从70公里一下子降到40公里50公里 很多比如说计程车司机还是我们用路人 我们常常会收到罚单啊 我们自己也是受害者啊 因为你标示不明而且这路从这边到这边 其实感觉是一样大 我干嘛会来到这里会特例减速下来 你不要做一个陷阱让百姓然后受到处罚 除了要求交通局加强检讨不合理的线速 吴立成也针对机车骑士为了躲避烈日找遮印而受罚感到委屈 由于六年前高雄市曾经事办打造全台唯一的机车道遮阳棚计划 是否还能推出新作品希望督促市府再接再厉 除了新北市我们高雄市的机车组是最多的 结果你大家要买的时候 你想你买有人生不小心检举达人来 他又给你减肌说你怎么在这里停在这里呢 我们就会赤上罚单 因为他只能在跨幻分隔的路情设置 我们有持续在做评估检讨 我们也可以弄个造景 找一些文创有一些创意有一些设计的人 做一个稍微可以让机车组有点遮印的地方 其实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吴立成也关心受到疫情影响的百工百业政府 该如何协助渡过难关 对此代理事长杨明舟表示 将透过短期和长期政策配套因应 有一些是属于短期我们可以应急的 那么有一些是要长期去做一个布局 像短期的部分在今年内 今年内我们会配合 像中央的一些振兴方案 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些振兴的方案会来搭配 那产业的布局 我觉得我们高雄很有机会 在未来的五年内 应该会有一个脱胎换股的一个转型 吴立成也检讨政府提出的振兴方案 尤其是票券的实用性 希望政府能务实严拟后防疫时期的经济政策 全力协助产业渡过难关 记者李嘉龙 黄兰军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